120岁的老太太竟然可以站在水面上 其实你也可以做到 只要以肉眼不可见的速度 不断地右脚踩左脚左脚踩右脚而已 为此姐奶婆婆在水里的速度非常的可怕 而现在她正参加一场世界级的比赛 由全世界排名前100的厨师共同参加 而第一场比赛竟然是铁人三项 想要做一个好厨子 有一个良好的体魄是基础 所以参加铁人三项那也是合情合理 当然这对于大部分厨师来说完全没问题 但平常从不锻炼的弱基松可就惨了 因为第一场比赛就要淘汰一半的人 以她的身体素质能不能完成都是问题 主持人很快宣读了规则 大家先从一处海滩出发 游泳50公里绕过一个小岛之后 到达指定地点取得自己想要的食材 然后骑上自行车穿过一片荒野 最后扔下自行车开始跑步前进 途中可以获得一些烹饪用的锅碗瓢盆 在到达美食体育场的那场后 就开始正式的厨艺比赛 在味道上取得大众的认可 最终才能取得冠军头衔 很快比赛就要开始 记者已经在出发线上等候 这片沙滩是由大米组成的沙滩 更加神奇的是随手抓起来就可以吃 此时大厨们一个个已经摩拳擦掌 可见接下来的比赛会非常的精彩 比赛的发令官是制作占卜寿司的萌棋 这家伙跳步围栏准备进场打枪 谁知年纪太大一不小心被绊倒在地 以头抢地之后发令枪已经被处罚 比赛正式开始 所有人员都开始快速地往前跑去 以此来占领优势位置 只有站四一颗松的小松依然愣在原地 所有人都争先恐后地下水 但小松看起来好像水性有点差呀 在巨大的体育场内 观众的热情随着比赛的开始 也被完全点燃 欢呼声更是震耳欲聋 从现在开始的大厨师开始施展绝技 很快第一集团内就杀出一人 此人是深海餐厅的厨师小美 突然她一头扎进了海里 她可是能够在海里徒手抓住金枪鱼的存在 那速度简直就像在脚底装了一台发动机 可当她抬头时看到海面 竟然有人超过了她 这位在海面奔跑的男人 正是油炸大师岔虎 现在的她利用体内分泌出来的油脂 包裹了全身正在全力地奔跑 而那些在她身后的选手也是步步紧递 因为谁可以先到达终点 谁就可以优先挑选最美味的食材 这对于后面的料理比赛太重要了 看到这里给大家推荐一款APP 兄弟们520快到了 如果你单身圈子很小还想找个女朋友 快试试偷新猫吧 高冷欲姐可爱罗莉纯情学妹全都有 首页点击右下角交朋友聊天约会 快速找到你的理想女友 私聊里还有女生的资料介绍 专属通道放评论区置顶了快试试吧 然而若基松此时却不停地在扑腾 已经远远地落后于大部队 甚至在屏幕前的萨尼都没眼看了 再这样下去搞不好就要溺水了 突然一个无形的救生圈出现在她腰间 正是泽布拉的声波帮助了她 当她正想继续前进时 杰奶出现在她身边 她也是担心小松出现问题才过来看看 只是当她看到老太太站在水面非常的惊奇 杰奶说明了双脚互踩的原理 连小松都觉得她说得太扯淡了 不过看到她没事杰奶一溜烟的就跑了 毕竟她也有很强的对手等着她 小松顿时也来了精神 想不到小小的自己 竟然有一天可以和杰奶这种大神比赛 忽然她意识到这可是非常难得的机会 她要堂堂正正地靠自己比赛 于是她让泽布拉撤销了救生圈 看到了她的决心泽布拉也是立即满足了她 但下一秒这家伙又开始挣扎起来 不过现在的小松比起刚才已经好了很多 阿鲁也在心底为她加油 此时在一个昏暗的房间内 一个长鼻子厨师还在睡觉 她猛然地惊醒意识到美食大赛已经开始了 随后她来到体育场内的最高层 逆身衣服无风自动 她甚至连鞋子也没穿 全身都是红色的皮肤 接下来由于她的加入 比赛也将出现更大的悬念